第一站是資料填寫 第一站是資料填寫 資料填寫目的是為了要評估身體的狀況 還有方便後續資料的評估 第二站健康篩選 會有七個問題檢測你是否可以參與測驗 第三站 測量身高它是主動的體質 是否如何健康 第四站熱身操 在做健康檢查前 熱身操是一個基本的動作 是一個可以防禦與運動傷害的基本防護措施 第五站屈膝仰握起座 是檢測大家腰部部的機能 第六站坐車以前玩是測試柔軟度 假如柔軟度好的話在運動中比較不會受傷害 所以大家在運動之前要做好伸展才不會受傷 第七站是登階測驗 那這間測驗是以比較簡易且方便的方式 來測試你的心肺功能 那管它有在運動的人 管它心肺功能比較好 也就代表說你等到穩定定的結率比較低喔 第八站健康評估與建議 綜合了一趟課大測驗的四大面向 我們將測試能為您說出健康的評估與建議 你是成功與評估 我們在A1 我是第一站只有你前 我是第二站健康評估與建議 我是第三站兩次高於體重 我是第四站六成超 我是第五站群西養握起座 我是第六站多次起床彎 我是第七站三間測驗 我是第三站健康評估與建議 我來回答一下 加油